信仰新生活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 很高兴又可以和你在空中相会了 尼西米带着以色列百姓 在城墙盖好的时候 还来不及要好好的检查 他就开始带着百姓 在以色拉和文士们的教导之下 一起重新学习律法的教导 他也鼓励百姓们 要相信上帝的饶恕和引导 他们就可以安心的 在上帝的保护当中过日子 不要再担心 那些过去祖先的错误 要好好的振作起来 这些百姓们就欢喜的 回去和许多需要的人 一起分享上帝给他们的福气 准备开始展开新的生活 以色列人的新生活会怎么展开呢 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 等音乐过后 下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 就在教授他们律法之后 让他们回去好好庆贺的第二天 这些各个宗族族长和祭司的立位人 他们都聚集到以色拉那里 他们继续地研究 这些律法当中对他们的教训 看要怎么样地教导百姓来遵守 他们在研究之后发现 天父上帝借着摩西赐给他们的 这部法律 曾经命令以色列人 要在祝棚节的时候 大家一起住在灵石搭的棚子里面 来纪念上帝的恩典 当他们了解这个节气的进行方式 他们就立刻向全耶路撒冷 还有其他城镇 发出了有关祝棚节的重要的通知 通知里面提到 要百姓们要出去到外面 在山上砍下各种 可以用来搭建棚子的树枝 然后根据法律的指示 用树枝搭成棚子住在里面 这道通知一发出去 百姓们立刻就出去 砍了好多的树枝回来 开始在自己家里的屋顶 院子里头或各个广场 空旷的地方搭起棚子来 所有流亡回来的百姓 就照着规矩去搭起了棚子 在节气当中他们住在里面 原来这样大规模地实行祝棚节 其实一直要从嫩的儿子 约书亚那个时代 他们一进到迦南地之后 这还是以色列人 第一次这么认真的过节呢 而每个人都十分快乐地 过着这个纪念上帝 在以色列人还在旷野流浪的时候 天天保护他们的日子 就这样 从祝棚节的第一天到最后一天 以色拉天天地宣读一段 上帝的律法 让百姓在节气当中 更了解上帝保护他们的恩典 他们守这个节气要整整七天 一直到了第八天 他们就按照律法的指示 举行一个闭讳的礼拜 表示这个节气的结束 然后又到了这个月的第二十四日 其实就是所谓的赎罪日 以色列人又聚集在一起 禁食 在这一天当中 为着他们自己所犯的 或是知道或是不知道的罪 求上帝来原谅 那一天他们会穿上粗麻的衣服 又把尘土撒在头上 表示心里头的哀伤 或者站起来 对上帝承认自己和祖先所犯过的罪 这些过程大概可以经过两三个钟头 然后又会再继续聆听天父上帝的教导 接着还会再有一段 三个钟头左右的认罪的过程 还有敬拜天父上帝的聚会 在进行过程当中 会有六位人站在讲台上 带领着百姓向上帝祷告 或者进行有关的敬拜 认罪等等的程序 这样认罪祷告的过程 他们会用歌唱的或是朗诵的 是从对上帝的认识开始谈起 又来开始赞美上帝一切的创造 真实和良善 然后才带着百姓 对自己得罪上帝的事情 一起来认罪 这样的方式和意义 不光是在进行一个节旗 他们更透过纪念这些节日 来了解天父的能力 也从过去的历史当中 知道自己祖先 以及天父在过程当中 对他们的心意和爱 最后就是赎罪日的高潮 他们谈到天父上帝 在天上听见他们真心的悔改 而上帝的怜悯 会使他们永远不会被上帝丢弃 而且还会被饶恕 继续得到天父上帝的帮助 百姓也会借这个机会 宣告他们一定会专心跟随上帝 遵行神的话 然后他们就一起 在这份认罪悔改的宣告的书信上面 签上自己的名字 表示自己重新回到上帝的约定当中 要专心当上帝的百姓 这样签名的仪式 会从以色列人的领袖 立位人 还有祭祀他们开始 再到所有的百姓 每一个人都要在上面签名 当有领袖带头签下了自己的誓约书 他们都表示自己 不再会和外族人混杂他们的信仰 甚至连自己妻子 还有所有懂事的孩子 都要一起在这个地方发誓 要照上帝 借着他仆人摩西所赐下的律法 来一起过好的生活 他提到他们要听从上帝给他们的命令 他们要遵守一切 所规定的法律跟规定 他们提到好多跟外族通婚 以及安息日不买不卖 和安息年要免除人家债务的要求 他们都说一定会遵行 他们会照着规矩去做 而且每年该奉献的要求 都会自动的预备好 这些节期和献祭的方式 他们也会照着律法书上所说的 一一去做 最后百姓会说 如果他们没有 照着这些规则去做 就愿意受到上帝的惩罚 这几个节期下来 让百姓们开始恢复了 他们从摩西的律法书上 所学习到的信仰生活 各个祭司和领袖们 也都按着自己整理出来的家族的群体 分别让他们回到居住地 重新建立他们的家园 这个时候 正是要将耶路撒冷城墙 献给上帝的日子也跟着到了 这些散居在各处帮助以色列人的立位人 也从他们各个地方 回到耶路撒冷来一起参加奉献的典礼 在当中 他们回来用感谢的诗歌 还有各种的乐器演奏的音乐 来庆祝这个重大的日子 随着立位族的赞美的歌声 各地的祭司和立位人在现场 都会带着百姓们 来进行相关的捷径的仪式 同时也担心因为百姓 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 得罪上帝的事情 可能是他们建造的城门 或城墙不讨神的喜悦 就也为城墙跟城门 举行许多捷径的仪式 求上帝的饶恕 这个时候 尼西米就召集了尤大的领袖 都聚集到城墙顶上 吩咐他们等一下 要怎么样带领两大队的民众 绕着城围行 来感谢上帝的帮助 尼西米就吩咐 其中有一队要往右边走 在城墙顶上朝垃圾门前进 这一队由他们的首领和沙雅 走在歌手们的后面 在他后面还会跟着 另外一半的犹带的首领 领袖的队伍后面 走的就是吹角的一些祭司们 由亚萨利亚八个人跟着 在后面就是跟着他 同一宗族的其他的人员 以及还有狗在后面 用大卫王以前演奏的乐器 来演奏音乐的人 这一队由以色拉带领前进 最后他们会回到 城东边的水门这边的城墙 而另外一队感谢的队伍 要从左边来走 沿着城墙前进 尼西米就会跟着 这一群的民众走了 然后在圣殿护卫们的地方 结束这半边的游戏 这样子两边感谢上帝的队伍 就会在圣殿的区域来会合 一起赞美上帝 那一天不但献了很多感恩的祭 百姓们也都十分的高兴 连妇女跟孩子们 都一起参加庆祝 那一天 耶路撒冷那个欢乐的声音 在老远的地方就都听得见了 小朋友 这时候的尼西米 好像变成一个配合的角色 他不像在建造城墙的时候 凡事都主导和强势 这里他按着 以斯拉的教导 律法的说法 让百姓们自动自发的遵行 他只是默默的推动和协助 这是尼西米的智慧 也是他的谦虚 该他出头带领的 他绝对不推诿 但是该尊重百姓和祭司的 他也乐意配合去做 这是我们可以去学习的 今天的儿童圣经故事 就先说到这 要记得到 救恩之声网站的 儿童圣经故事留言板 留下你的感动 更不要忘记 继续收听 好听的儿童圣经故事 我们下次空中再见 拜拜 拜拜 如果你喜欢听 儿童圣经故事的话 你只要在电脑上 打上救恩之声 这四个字 就会进入 救恩之声的网站 这样你就可以 在线上收听到 儿童圣经故事了 我们就下一次 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耶稣奇爱上爱上爱你你你 耶属奇爱上爱上爱你你你 爱上爱上你 完全追究你 耶稣奇爱上爱上爱你你你 耶属奇爱上爱上爱我的ab 也熟悉爱上爱上爱我你他 爱上爱上我你他 在他心上着 也熟悉爱上爱上爱我你他